新春佳节马上到来之际 我们又收到了来自香港大号消息 中省法院就律政司上述撤销李志英保释案宣判 撤销李志英的保释决定继续还押 也就是说这个牛年的春节 李志英要在狱中度过 可以好好品尝品尝狱中的年夜饭了 对于钟爱山珍海味的肥老李志英来说 也算得上是别有一方风味吧 坐牢的人生更精彩 反对派这番忽悠年轻人的话 没想到恰如其分地运在了李志英的身上 这不是造化弄人 而是命中注定最有应得 可惜李志英对监狱的年夜饭 似乎不感兴趣 在法院宣判后 仍然表示予再向高院申请保释 也难怪李志英心中 仍然烧着希望的小火苗 毕竟上一次他手捧一千万 就埋了八天的自由身 李志英被控欺诈及违反香港国安法 被裁判法院拒绝保释 还押后生 但去年12月23日 高等法院法官李运腾 批准李志英以现金一千万港元 及多项保释条件出狱 郁政司实际向中省法院提起上诉 12月31日香港中运撤销了李志英的保释 在家中快活了八天的李志英 立即被黄压监防等候中运的判决 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月直到今天 他终于等来了保释正式 作废的判决 李志英表示 得了挺冷静 离开法庭时还向庭内的人士挥手道别 可他的妻女终是暴露了绝望的心情 听到法院的判决后相拥而泣 哭得好伤心 因为他的妻女知道 这一挥手告别 恐怕再难家中相见 难为李志英心里跟妻女想得一样 明明欢得一批 却还要死硬地端着大老饭 毕竟庭外还有很多人 等着向他发来贺电 他必须拿捏好派头 其实李志英触犯国安法 竟然还能被保释 这件事本身就令人大跌眼睛 如今保释作废的判决落地 让人缠出一口气的同时 也着实捏了一把汗 可以想一下 连李志英这种毫无争议的 叛国乱赶头目都能够获得保释的机会 香港施法对于涉及国安法案件的 审判主力之大到了什么程度 而且这场判决虽然赢了 可律政司赢的一点也不轻松 律政司提出上述的主要依据 其实就是国安法中有关保释的条文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除非法官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将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 不得这种预报是 而且律政司在聆讯时也指出 国安法的保释门槛比刑事诉讼程序条例高很多 虽然在国安法下并非绝对的不能够批出保释 但法庭在考虑国安法条文时 不应考虑可以减低重犯分险的保释条件 可惜这样完全符合国安法条款 符合李志英罪不可恕 且根本不具备保释条件的实际情况的说法 却遭到了多名香港法官的质疑 这些法官以及李志英的律师强迟夺理的内容 都围绕着所谓的无罪推定展开 李志英的律师黄继鸣称迟实称 在考虑国安法第42条时 应该同时考虑无罪推定原则人身自由等 不应只单独地看42条本身 当然任何人都心知肚明 李志英会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问题 孩童都知道的问题又有何可辩驳之处呢 中省法官最终在判斥中也明确之处 若认为没有充足理由相信被控了 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自当拒绝其保释这句话的意义 乃至整个案件判决结果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李志英案绝对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安案件 这起案件的判决 关乎今后所有涉及国安法案件的走向 可以说李志英案是香港国安法 乃至整个香港法治的市经史 李志英种种叛国乱干的罪行早就是庆祝难输了 说上三天三夜恐怕也讲不完 无论是修理分波还是香港的历次乱举中 李志英或在幕后策划乱举 或摇尾起连于美西方反化势力 或跑到街头为暴徒撑腰打气 可以说哪都少不了他去年国安法落地后 李志英能不断挑衅医生释法 就在其涉案于12月3日在法院受审的前两天 还曾叫嚣地要西方国家联盟合作对抗中国 至于其借疫情抹黑中国之势更是不胜美举 在牢里李志英依然没有闲着 不断地会见反对势力投面人物 指挥乱干分子进行各种反中乱干的活动 说他不会继续地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故意都不行 但是回看李志英近一年的情况 简直是一场香港法治的大戏 拘捕保释再拘捕再保释 循环玩覆热恥不疲 去年2月28日 李志英应涉嫌 与2017年6月恐吓正常裁判的记者 以及与2019年参与非法集会在家中被拘捕 可单日他就获得保释离开警署 同年4月18日 5月18日 8月12日 李志英再连续三次获得保释 唯一有变化的是保释金变多了 去年12月2日 李志英在保释期间返回警署报道时被起诉欺诈罪 并被再次拘捕 好不容易入狱了 没想到12月24日又被保释 不同的是 这次保释金涨到了一千万港币 别忘了 李志英可是香港首个被控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了 如果只要交更多的保释金 就可以让李志英居于家中享乐 那是不是代表着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若实若持 香港的司法界将国安法置于何地 香港的法治何在 好在 这次李志英案的这块世经史 释出了国安法历论的威力 释出了香港法治的尊严于未来 释出个春暖花开牛年大吉 对李志英本人来说 也通过自身的努力 终于能享受春节牢饭的美味 释出了牛年大吉的新年滋味 此时的李志英 就像人民绿报 评论文章中所讲的那样 我们相信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 像李志英这样的叛国乱港分子 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牛年来了为大吉的李志英干杯 作为叛国乱港四轮班之手 李志英可谓是臭名昭著 他所创办的异传媒 早已经彻底烂头 公然将最基本的新闻 职业操守踩在脚下 李志英不仅直言不讳地 孙氏为美国而战 将自己化归美国麾下 更恬不知耻的向阳组织 摇为其令 中国的内政不容别国干涉 国家安全更不容任何人挑战 督上香港的前途命运 向阳组织献美投尘 香港市民岂会答应 国家法律岂会容许 事实一再证明 卖国求龙就是自觉坟墓 以身试法终将指使其国 而今越来越多香港市民看清了 李志英认贼作父的无耻本质 贼喊作贼的卑劣西马 国安利剑也已高选 穷途陌路的李志英已经失去民心 而一旦彻底地失去利用价值 成为谁用谁气的气质 只是少晚的事情 为原组织卖力卖命的李志英 来行刑了 法律昭昭 叛国乱赶又岂会有好下场 李志英的命运早已在预料中 李志英致